这把从T65升级过来的T80最近卖得很火 我也想知道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把T65还有菲尼瑞斯的HS-01和T80放在一起 它们三个的收纳长度现在是T65最短 但是卸掉保护盖以后 T80的工作长度是最短的 在手持长度上面 T65和HS-01都是三个半指宽 T80只有两指多一点 这让T80很适合手机维修 还有狭小空间的操作 T80系列还有一个T80P 它的烙铁声是一样的 只是烙铁头用的是这种C245的烙铁头 它会比T80用的C210要长一些 但是跟T65用的这种缩小版的T12长度是差不多的 T65的最大功率是65瓦 但是T80的80并不是代表说它只有80瓦的功率 这只是一个型号 它的最大输出功率有100瓦 至于化吸时间 这跟加热功率还有烙铁头的重量有直接关系 烙铁头的重量相当于杯子的容量 加热功率相当于水流的流量 所以杯子越小越容易被装满 也就是化吸越快 T80烙铁头的重量是2.3克 T80P烙铁头的重量是7.2克 T65烙铁头的重量是5.6克 官方数据说T80最快可以2秒化吸 这主要是因为T80的烙铁头很轻 而且还有100瓦的加热功率 从外观上看 T65是塑料外壳 T80是铝合金外壳加喷砂工艺 在颜值上面甩开T65几条大街 大家说T80的颜值可以打几分 T80和HS-01都是铝合金的外壳 T80看上去明显要细很多 T80的主机有28.7克 HS-01的主机有32.1克 重量上面它俩相差不到5克 大家注意听 HS-01的声音听起来外壳比较薄 T80的声音听起来就感觉它比较厚 如果说这里面没有接缝的话 T80的外壳很有可能是10星铝棒用CNC加工的 确实没有接缝 注意看这里 这应该就是一根10星铝棒切割的刀痕 看它的外壳有多厚 它的外壳测下来大约有2.3毫米 有很多网友说T65的这个夹头容易松 然后我给你看一下T80的夹头 T80的夹头得给一个好评 这样的夹头升级 它接触电阻很小 而且不容易松 看一下菜单 电压信息 温度不尽 休眠温度 休眠时间 待机时间 工作电压 功率微调 温度单位 语言选择 旋转显示 开机加热 温度 温度 校准 恢复出场 还有版本信息 这里面有一个很贴心的功能 就是这个 如果说你的电源只有65瓦的话 你就要选在65瓦上面 这样可以避免烙铁拉取更大的电流 让电源出现过载保护 因为大多数电源在过载保护的时候会切断电源供应 现在我们先把温度设定在360度 一会儿等烙铁头彻底冷了以后 我们测一下化学时间 我们用正点原子的UT70测试仪来测量它的功率 为了减小压降 我用一根短线来连接电源 然后用我自己做的 这个测试线来连接烙铁 现在启动加热 刚才我是没反应过来 它就已经化了 大家感觉这个化锡用了几秒 暂停记录 我们看一下最大功率 最大功率有19.59伏 5.3安 功率在103瓦 04瓦 最大的地方104瓦 现在的气温是19.7度 100瓦的持续时间有380毫秒 我们现在重新记录 然后让它烧水 看一下它的加热功率能达到多少 好 再停记录 它的加入功率是断断续续的 最高的峰值大概应该是在这里 84瓦 总的来说 我觉得T80颜值很高 值得入手 它能输出100瓦的功率 对付像这种 出现大焊点 还有大面积的附同 焊起来是非常轻松的 还有它的手持长度 只有两指多一点 对焊这种小的电路板 还有狭小空间操作非常友好 但是有一点得注意 想让它吃满100瓦的功率 你得有一个足功率100瓦的电源 还有一个压降足够小的线 以后我还会做一些极限测试 帮大家找到能够持续供应100瓦的电源和C口线 好了 我是G电酱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